昨天有人报警指控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违反居家隔离令 要警方对他展开调查 不过林冠英本人今天驳斥指控 强调自己9月2号起就已经居家隔离 外界的指控是不实的 而且有刻意诬陷的嫌疑 林冠英发文告强调 自己9月2号出席州议会之后 接获通知 指自己前一天接触了确诊患者 因此他当天在离开州议会之后 就已经居家隔离 尽管当时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他也继续隔离 卫生部6号还发函 要求他戴上隔离手环 对于外界指 他9月2号到8号期间 外出向选民派发食物栏 他则解释那是8月底的活动 最近才放上脸书贴文 其他出席活动的人都可以作证 林冠英以隔离为由 缺席昨天的槟城海底隧道案审讯 遭槟州民政党青年团发言人张正祥 报警指控 可以外出服务选民 却不能够出席法庭审讯 不仅有藐视法庭的嫌疑 更涉嫌违反居家隔离令 林冠英今天强调 根据卫生部的信函 他必须自我隔离到明天9月10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